关于如何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方恐怕没资格来告诉中方怎么做 北约至今还欠着中国一笔血债 外交部在得知 美国指责我国不尊重他国主权 纵容侵略之后 非常严肃地给出了如上的回应 关于这笔血债 外交部说得也很明白 1999年 美国带领北约诸国 对南联盟发动大规模空袭 中国驻南大使馆 在战争中遭到美军战机轰炸 三位同胞遇难 二只愚人受伤 重南使馆被炸事件 相信每个中国人都知道 但很多小伙伴并不清楚 这桩血案的前因后果 毕竟90后那时候还小 而0010后也没经历过 大家可能同样不清楚 在当下这个封烟骤起的时刻 重提当年往事 有什么特殊含义呢 要捋清楚这两个问题 我们首先得简单了解下战争的背景 南联盟的浅身 叫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曾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南欧国家 占据着战略要地 让西方难以插手南欧事务 于是西方利用其国内民族矛盾尖锐的弱点 煽动内战 导致南斯拉夫解体 分裂为南联盟等数个国家 相比前南斯拉夫 南联盟的领土大幅缩水了 可西方人并不满足 觉得南联盟还是太大了 于1998年再次煽动南联盟内战 此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以南政府搞种族灭绝侵犯人权为由 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 发起了对南联盟的大规模空袭 公然侵略一个主权国家 南联盟政府军的基地和当地的基础设施 都成了北约倾斜弹药的目标 轰炸几乎摧毁了当地的经济 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当地时间5月7日深夜 位于南联盟首都的中国大使馆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被5枚炸弹击中 使馆建筑直接变为废墟了 光明日报记者许姓虎 及夫人朱颖 新华社记者邵云环 不幸当场遇难 其他使馆人员均有不同程度受伤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 因为中国并非参战方 而且使领馆区域以及馆内人员 受国际公约的保护 任何形式的攻击 都等同于直接侵犯主权 震惊之后紧接着吃愤怒 国家对北约发出了强烈谴责 要求北约承担全部责任 几个小时后 黑手自己跳出来了 美国承认 5枚炸弹均由自己的轰炸机投下 并且宣称这是误炸 原因在于 轰炸行动使用了过时的老地图 没有标记中国大使馆的位置 且不说这个理由编得像侮辱智商 北约和美国内部 甚至都没有想好怎么串供 北约官员向媒体透露 在北约的电脑指挥系统中 大使馆位置完全正确 并被标注为不可攻击目标 负责提供地图的美国国家测绘局 也矢口否认自己提供了错误地图 生怕成为背锅侠 眼见自己扯的谎原不过去了 美国政府很快又改口称 误炸是因为使馆附近 有南联盟的军事设施 先隔紧100余米 扔得有点歪 也在情理之中了 这下美国空军又不乐意了 炸弹没丢到预定目标上 可是他们的锅 于是多名军方人士向媒体透风 当晚去执行任务的 是最为先进的 币尔幽灵轰炸机 它拥有极精密的锁地设备 扔下去还是精确制导炸弹 在恶劣天气下 命中误差也低于13米 简而言之啊 不会打拼 事实上有相当多的西方媒体 包括哪些向来是反华立场的媒体 都觉得误炸这借口太扯了 毕竟过去两个月里 他们都在不停宣传 高科技加持的精准轰炸 让本月得以登峰面屠杀 南联盟军队 西方媒体只能编造别的借口来洗地 说什么大使馆内藏有监听设备 收集北约战机的信号 引起美军不满 所以轰炸了 说什么美国先进战机 被南联盟击落了 然后中国拿去研究了 残骸就藏在大使馆内 所以美军必须炸毁 防止泄密 当然啊 这些都是没有证据的扯淡 真正的理由其实很简单 中国不听话 在安理会五个厂任理事国中 英法跟美国是一伙的 而俄罗斯倒是苦于经济崩溃 寄希望于讨好西方来换取合作机会 外交上一让再让 默雪了北约肢解南联盟 只有我国自始至终都明确反对 北约对南联盟动武 开战后也多次谴责北约 我国的态度是 南联盟的问题 应该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 不能以人权为借口 去侵略和分裂一个主权国家 美军轰炸大使馆 说白了就是报复 想用炸的来教育我们 下次碰到这种事 不要选错编 不要说错话 错了就要付出代价 现在换到咱们中国人的视角 你的祖国主权被侵犯 你的同胞失去生命 仅仅是因为 我们没有为侵略者欢呼 罪魁祸首还满不在乎 甚至还嘻嘻哈哈呼 想丢锅甩来甩去 就是没人需要负责 而媒体不哀悼 不谴责 反而用毫无证据的留言 抹黑你的祖国 抹黑逝者 这种愤怒 真的克制不了 全国各地的人们走上街头 高举着遇难同胞的遗像 怒斥美国的残暴行为 要求美国彻查此事 严惩凶手 并且公开向中国道歉 美国各驻华使领馆 被围得水泄不通 美国总统克林顿 试图通过热线电话 向中国领导人解释物诈事件 也被拒接了 克林顿根本没有想到 中国人民的反应会这么大 为了修复中美关系 他现实公开向中国道歉 对遇难者表示遗憾 又通过领导人热线致歉 还在遇难者悼念铺上亲笔留言致歉 随后美国处理了 数名策划轰炸行动的官员 并且向遇难者家属 支付了巨额赔偿 也赔了使馆建筑的损失 事情才逐渐平息下来 至于南联盟 这个可怜的国家被狂轰滥炸后 不得不向北约低头 领土又醉成了几块 即便如此 当地人依然记得 国难当头是谁和他们站在了一起 在驻南使馆就职前 安放着一块纪念牌匾 上书 感谢中国在最困难的时刻 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友谊 只能说公道 自在人心 在风波过去后 无论是美国还是北约 都很快把物诈事件抛在脑后了 因为他们在战争中 夺去的生命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还觉得 中国十几亿人口 区区三个遇难者 应该很快就会被遗忘 可惜啊 结果恰恰相反 外交部的回应已经说明了 中国清楚地记得 二十多年前 北约里这些霸权主义者 随心所欲的侵略 和肢解他国 顺北约者昌 逆北约者亡 为了坚持原则 为了守护秩序 我们曾付出过鲜血的代价 二十多年后 还是这批熟悉的老面孔 把一国当作棋子 去试探另一国的底线 不断拱火 煽动战争 等局面真的发展到无法收拾 又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指责中国不阻止侵略 实在太讽刺了 正反话都让他们给讲了 咱们也没啥好说的 只有一句 呵呵相送 是edia 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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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皇